現在是我們台灣阿民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大進場 國民黨籍新竹市議長許修睿緊緊跟隨 而郭董更當著議長的面抱怨國民黨 郭台銘不只持續爭取藍衣基層支持 傳出他將在下週九月三號 宣布參選並展開連署作業 根據三立新聞獨家掌握 郭台銘要拼連署 從上週開始已經透過各地里長 積極尋覓地點 很有可能透過各禮辦公室衝刺門檻 我現在已經在找連署的地點 因為可能你要收連署書 也是要有一些地點 讓民眾可以來繳納這個連署書 算是選民服務吧 那如果說他們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我想能夠協助的 我們也都是一個開放的態度 就會安排桌面的地方 會整理一區 你會幫忙衝刺還是單純就是借放 我當然是借放 實際走一趟禮辦公室 里長強調未來會騰出一個空間 讓郭台銘放置連署書 但並不會協助 憑連署作業已經展開 我們有聽到是 他開始會找一些比較偏這個國民黨 或是比較無黨級的這個 這個那個 里長他們的服務處 看可不可以來做一個連署的 一個提供的一個場地 郭台銘必須在十一月二號之前 湊足二十九萬人連署 才能取得參選資格 而眼下最難的是 他必須先找到副手 才有連署入場券 再次我留意一支元寶台北上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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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